现在你每个月的收入只能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费 那这医药费从哪来呢 医药费是这么回事 我就把住房卖了 住房卖了 然后就是 就是一个乡下的那个住在地 我就抵押给别人了嘛 我现在就是没房子什么都没有了嘛 我现在就借住在这儿子女家里面 您刚才说您丈夫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三年了已经三年了 那这三年都是您独自带着苗妹的生活 都是我独自呀都是我独自 生活过得这么苦 可是邻居还说家里面经常吵吵闹闹的 就是因为孩子不喝药 我是个直性子心直口快的人 所以大姐说看到您往孩子嘴里关心 我那天确实是心里特别着急 我就给孩子私管 这个行为确实是一较过激 但是我心痛我的女儿呀 她不喝药的嘛 我就着急的嘛 大姐 要不要远来都多贵的 听话的 没啥子你这段时间你变得凶神恶杀的 娃娃又这么憔悴 你有啥子目的 显然 张晓平的解释并没有打消唐大姐的猜疑 是两人之间存在误会 还是多年的夙愿未解 而唐大姐正正有思所说的目的 又在暗示什么 大姐我没有什么目的 有人在给你介绍 我没出意啊 你可以放去走娃娃 她就帮我 肯定要给我们一下 人家给我介绍对象 我几个都没干对吧 你一定放去走 你不要这样说 我如果走 我早都走了 不会等到现在 你天天都没凶 我骂到她 你不放手 娃娃这么高 你为我好 对孩子好 我都感激你不紧 我不想和你吵架 那江女士 如果大姐坚持要把孩子 带到她那里去抚养 能同意吗 不可能的事情 她带不到 不可能的事情 看得出来 这个家庭 可能真的经历了很多 很复杂的一些变故 所以两位大姐之间 也有很多的矛盾 一些心结 大姐那我想问问您 您对于妙妙的未来 有什么打算吗 我就是这个 考虑你 万一张小平 她不同意 把孩子 给我带到来 我就只有钱 要发文去 搞话 那不可能的事情 大姐 我的事情 您就别管了 你都害到我 你三条命了 您就别管了 我您说清楚 父子啊 父女才不会介意 别人会不会多想 觉得我虐待孩子 而是情之所至的 对孩子有时候也会急 也会垂两下 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张大姐心里 苗苗可能是比亲生女儿 还要亲生女儿的一个宝贝 今天我们之所以 做到这个舞台上 包括对面的大姐 就是因为 爱苗苗太多 但凡有一个人 爱苗苗少一点 都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状况 所以张大姐 我挺你 我佩服你 我想可能真的就如刚才 专家老师们说的那样 大家可能都是因为 太爱苗苗了 所以今天才会来到 这样的一个调解现场 可是我们到底 怎么来看待这份爱 他们的爱 为什么又会这么的沉重 我们还是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家庭所经历的一些变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记者为我们做的外畅条件 2009年底 见杨桑精镇的这个普通家庭 遭遇了极其严酷的变故 由于苗苗一年前开始病重 家里掏空了所有家底 而就在最艰难的时刻 丈夫唐立钊 丢下张小平和苗苗 无故失踪 无故灵丵的母女陷入绝境 无奈之下 张小平自处求助 终于发现 唐立钊是在大姐的帮助下 自己躲了起来 原来 唐立钊自己也已身患绝症 已无力再为自己的女儿保驾护航 他选择了默默离开 自生自灭 让不堪重负的家 自动甩掉自己 这个包袱 希望能为苗苗 换得一线生机 在当年 唐立钊留下了自己对女儿和妻子 也许是最痛切 也是最温暖的嘱托 因为爸爸非常愿意和妈妈 虽然你不是爸爸亲亲的 但是爸爸在世界上 至于你这么一个女儿 爸爸对你是一心一心 像亲生女儿一样对的 如果爸爸六天不再认识了 希望你健健康康地长大 能照顾好妈妈 我想 可能在此时此刻听到 一位已经在天堂的人 跟我们说的这些嘱咐 每个人心里 可能都会很沉痛 唐先生在临终前 最后的嘱咐 还是希望女儿 可以健健康康地长大 希望妻子和孩子 能够好好地生活 也特地拜托了大姐 所以大姐才会对现在 这段母里俩的生活这么揪心 大姐您之前 跟弟弟一家的感情 是不是也都特别好 特别好 我的兄弟弟弟对我很好 我也很爱他 我就这么为一个弟弟 他就说你妈 老娘起伤了过后就说 大姐 我现在没有 我们现在也没有妈了 你又是我的大姐 又是妈 你对我这么好 天天跑上跑下的 有看妙妙又看过 所以在大姐您的心目当中 您也从来没有把妙妙 看作是捡来的孩子 您一直都是当作是 这个家里面 亲生的骨肉一样看的 当时 见到还是有喜欢 不过来